在抗戰期間 堪稱中國第一抗日女英雄 在身負重傷不幸被日軍逮捕時 受到了嚴酷的刑罰 今天小編給大家講述一下英雄趙依曼的抗日故事 1924年 趙依曼在大姐夫的介紹下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後期她慢慢成為了革命戰士中的一員 1935年11月的一天 在保護戰友撤離時 趙依曼受傷被捕了 因為她在我軍中擔任要職 所以為了從她口中獲取到有價值的情報 日本在對她進行了簡單的醫治後 就開始連夜審問她 但是趙依曼不僅沒有屈服在日軍的刑罰下 還忍著傷痛怒斥日軍侵略中國以來的罪過 那麼趙依曼在被捕的這段時間裡 遭受了日軍哪些酷刑呢 據一名曾經參加審問趙依曼的日本戰犯 大野太智回想 趙依曼被捕後 日軍將她全裸高高吊起 皮鞭抽打 拔掉手指甲 凿光牙齿 粗鋼针反复穿插全身每個敏感部位 電刑器灼透五臟六腑 一次次死去活來的折磨 這位年輕美麗 且极富書件氣息的女性 經受著不是人能夠想象出來的魔鬼之下流 變態 残暴 狠毒的拷打 被脆散成刑架上連失刑者都不敢直視的血肉模糊之躯 即使是幾次痛得昏死過去 趙依曼也沒有開口說一個字 自覺從趙依曼處不可能得到音訓的日軍 於是在1936年的8月2日 將趙依曼殘忍地殺害了 日寇沒能撬開趙依曼的嘴 驅使狼狗吃掉了她的遺體 年輕的女共產黨員趙依曼沒有留下一塊遺骨 年僅31歲 當時她的孩子年僅8歲 我們應該銘記歷史 勿忘國齒 做一個積極向上的青少年 Stefan P P